現在最新有個說法 這幾間長春大學 根本就是投行來的 而且我昨天看的一篇非常重要 他說沒理由要納稅人來幫那幫學生還貸款 應該在學校收了這麼多錢 哈佛有300億美金的存款 Yale有400億美金的存款 你說是比投行還大 投行也沒有那麼多錢 他們存在別人捐出來的錢 存在銀行那裏 它這麼多錢 多錢都離了大譜 而且年年加價 學費、經費不斷加價 請人都離了大譜 他們跟華爾街之間 千絲萬縷的關係 老老實說 千絲萬縷 所以他說這次學生如果不用他們還錢 這筆錢是不是應該是納稅人應該給啊 還是應該學校給 學校教了這麼多 不是侮辱你的小孩 教了很多真的垃圾出來 你教垃圾出來是有責任的嘛 真的的 現在華爾街全部是他們教出來的 華爾街請的那些人呢 差不多80%是長征軍的 就是Ivy League的 那根本就是在這裡打龍通 你明白嗎? 他們全部打龍通 我對北京那些高官是很熟的 兩邊都搞定 那北京那些官是怎麼樣呢? 捐錢給哈佛那幾家東西的 捐了錢之後 那些子女就保送下去了 很歡迎的 非常之歡迎 那些特別的 根本就是跟你那些成績是其次的 你不是說成績不好 但是是其次的 最重要是靠關係 然後這幫人讀完之後 拿到NBA什麼什麼 或者接著就去華爾街那裡了 那裡開始上班了 一條龍 我告訴你一條龍 那之後就上班了 去完上班了 那幫人在華爾街那裡就浸一兩年鹹水 接著就回到大陸了 就在當權 大陸的銀行 大陸的保險 大陸的投行 所有的金融機構 這幫人就回到去 接著就坐在那裡 就跟家族一起找錢了 這就是一條龍 所以我們最清楚 我懂得幾條 為什麼我罵了錢子健呢? 他在那裡找一些高蚊子去答我 我真的聽到我就火滾了 這幫人根本一條龍在那裡偷中國的錢 就是中國人民 偷美國的錢 偷中國的錢 美國又偷 中國又偷 所以他們一條龍 所以叫Darvos 這幫人 不知道應該叫Darvos 不是叫Darvos 這幫是魔鬼來的 這個是魔鬼的集團來的 各位觀眾 你們要明白 為什麼那天 錢子健我這麼生氣 生氣到我爆了火 當面罵他 他還拿這些名字來回答我 我說你給子女兒去這裏害死他們 他這裏整套東西 根本難聽一點 就是叫做斯文敗類 斯文敗類 整串的 而且讀書也是最好的 找人工也是最高的 外面又有面子 收入也好 連在瑞士那些地方滑雪就是他們那幫人 就是這幫人的了 去到最貴的餐廳也是他們的 整個村子 接著那些子女呢 那些子女呢 又去走那條路 那他們基本上控制了全世界的資本了 大家明不明白 他們控制了全世界的資本 不需要待的 你控制資本等於是你的了 如果今天全世界的錢給你來管理 差不多你是你的了 你不需要待的 現在就是這幫人一組的 老老實說 說清楚 習近平不是在裡面的 習近平是局外者 那幫局外者我清清楚楚 完全是這個叫做供應鏈 是不是叫做供應鏈 這個供應鏈 控制鏈 哇 真的 你想想我認識多少 我不帶過來哈佛這邊 我認識多少 我知道嘛 我知道他們怎樣把那些子女 然後一直一直這樣做下去 平日都走來找我 經常都問我 兒女要讀什麼什麼的那些 我知道了 拜託過來照顧我 我不管的 是啊 那你呢 如果你在那個 food chain Food chain 是不是? Food chain Food chain 是不是叫什麼? 食物鏈 你如果在這條食物鏈裡面呢 你就永遠都不用休了 那你永遠都有人照顧你了 那你就互相保護 他們大家保護著的 但是你在那個以外的呢 你就是普通人 你是外國人 所以習近平實際呢 當然習近平我經常罵他 但是在這方面呢 他實際上是想破壞這套東西 但是這套東西是不能破壞的 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是不得的 他們都是想破壞這套東西的 習近平也想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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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走了 你繼續跟大家講一下吧 你繼續跟大家講一下 你繼續跟大家講一下 我今天要走才對不住 我今天真的有事啊 好 好 對不住了 對不住了 這個真是真是大件事 那你香港那些都是權貴啦 那些都是有很多的子女 都安排了進去那條鏈裡面 那你當然好吃好住啦 是吧 那人工又高 而且分分鐘呢 那些帳金 而且還有分分鐘就炒了一份 對那些股票 對那些叫做什麼 叫做匯率 是吧 哇 賺錢賺到 沒辦法想像的 這個世界真是那些資本 那些人就控制了資本主義裡面的資本 那你就明白 而且是全世界的 那那些資本全部要經一經 他們華爾街那些投行的 什麼他們都要插一隻腳下去 那然後呢 他們又知道投資去哪裡 又知道 又要賺個服務費 那投資去哪裡 那那些股票當然要動的啦 他知道投資去哪裡 當然要動的啦 他不只是動的 但是他投了一份 看著的了 我們那時候看到 清清楚了 那這幫人呢 有個名字的 他們覺得自己是鬼族來的 這個華爾街 我剛才跟你講過一串的事 他們覺得是鬼族來的 你裡面呢 如果認識誰是誰呢 你踩進去呢 就一輩子都不用有 那些子女也是一輩子都不用有 有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我最看不起就是這幫人 這幫人就是控制了 所以他們一直在搞那個所謂globalization 全球化 就是上控制全球這些這樣的資本 記住是資本的問題 那這個呢 現在呢 你看到了 連FBI CIA 根本美國的深政府 是跟他們是一條線的 全部是一條線的 那大陸都是啦 大陸以前呢 習近平呢 就搞到他們亂了黨 你說習近平好也好 不好也不好 他就搞到亂了黨 他就不是他們那幫人來的 但是他這樣搞的話 那那幫人呢 就夾起來了 索羅斯啊 夾起來了 就想拿他們拖下來 所以習近平有他的好那面 有他的不好那面 但是對我們香港人來說呢 就是非常之差 那我今天呢 就跟小夏講起這件事情 因為我以前是北京的嘛 北京住十年 上海住十年 那我跟接觸的那些人 你知道了 都算是非虎則軌的了 是吧 都是那幫人來的 所以我知道他們 他們平時言行的 講過 他們沒有所謂的 他們覺得他們控制了 你知道是怎樣的 沒有所謂的 他們又沒有想著我會變成這樣的 我原本都沒有東西的 我又不關我的事 我聽了就算了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香港搞成這樣呢 我們不出來講是不行的 要讓大家明白了全世界的局勢 那這些事情不是說很快就可以搞得怎樣 那這幫人現在呢 就在那裡握著習近平和牌 所以我們很清楚到底習近平反習的勢力大到什麼程度 就是差不多 你們如果看過去那兩三年 你看了反Trump 就是我們想著特朗普一定贏的啦 民意啊什麼 真是投票沒問題 但是反Trump的勢力是多大 反Trump的勢力和現在反習的勢力是一幫人來的 所以我一直都說習連任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他後面那種反他的勢力 他得罪了的人 他斷了財路的人是不少的 很厲害的 那幫人後面的勢力是你沒辦法估計得到的 很多普通人原來都是效忠於他們的 那這個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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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人 都要去那裡開會 在瑞士 到達河開會 那這幫人的勢力那種口 他就說了 如果那天開會 那些私人飛機 差不多那個機場 到達河的機場都不夠停 他們真的控制了全世界的資本 所以你說習近平有沒有機會做下去呢? 所以我們說是有些依據的 不僅是他槍幹子那麽簡單 基本上現在美國華爾街那裡 就看著習近平這樣 他們過去這兩三年損失是驚人的 他們也是受了暗傷 在這種情況之下 看來他們必要拯走習近平 不只是剛派、斷派的問題 這批所謂既得的利益者 一定要搞定習近平 現在就在那裡阻礙不讓特朗普上來 不讓共和黨贏中期選舉 是一件事 第二天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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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啊 我今天都不說多了 小夏很久變成一季獨腳起 第二天都好像不太明白 孤立無緣了 所以我們留下星期日再說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留下星期日和小夏再說 拜拜